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朴全似乎没有办法能够坚持了 是不是要换人 因为我们看起来之后还是一瘸一拐 就躺在了草皮上 简头也是给到了进球的成员 这成员应该是在14年回归到鲁能的一线队 效率至今 上个赛季也是打过有四场的中超的比赛 这个赛季可能相对来说上场的一个机会不会很多 因为刚好是在一个24岁的年龄 就是属于非常尴尬的这种一个年龄段 再加上本身其实像佩莱呀 塔尔德利呀 这些外援的前锋的状态很好 就别说是成员了 现在棲赛也没什么机会 刘军胜 抓一臂 推直线 给到左边落 直直直直 下底 左脚起来 放队第一下还是有刮到 脚球 我们看一看 前边美国这边要进行热上的调整 朴全是没有办法坚持 上14号的王金帅 这是一个被动的调整 脚球开起来到中间 投球 门前球进了 二比零